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喝椰子 太帥了吧這個 嗨大家好我是逸君 我是慈音 我們是逸慈開 就算要上班 天氣那麼熱 也要想像自己到夏威夷度假啊 今天我們上班時間 我們竟然來逛大賣場 而且手上還捧著一個椰子 沒錯你看我們手上這個就是椰子本人 究竟它怎麼來的 趕快大家去看一下 你看就是這個販賣機 它就在那個賣場入口 超級顯眼的地方 可是一般我們看到那種什麼販賣機啊 它都是那種瓶裝的飲料 就是一整瓶在裡面 可是不是 它是磕裝一整顆給你喝 恰 大家平常比較熟悉的賣場的 果汁原汁販賣機像是這種的 它是3-4顆流程 然後榨成原汁 榨成一杯 杯裝的飲料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看看椰子 這個磕裝的飲料到底長怎麼樣子啦 我跟你說要買這個超簡單的 怎麼買呢 第一步呢 就是準備好你的零錢 然後先投幣 我們說這個一顆是65塊 投完65塊 它就會自己操作 你看它就這樣套出它的頭 它就這樣壓扁它 所以它就現場開它的頭頂這樣 對 打開 好殘忍喔 椰子就這樣被殺死了嗎 它開門 它開門 芝麻開門的概念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了 超酷 有沒有看到一顆 是冰的 是冰的嗎 真的耶 所以裡面是一個冰箱的概念 然後它旁邊很貼心的有附 吸管 然後就可以自行去用了 來 我幫你插進去 超帥的 拿到這一顆 我覺得走在路上 人家會想說你在幹嘛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喝椰子 然後第一次喝就要喝什麼活生生的 你連一罐的那種都沒喝過 都沒有 初體驗 初體驗 好 妳先喝一罐 我先喝 好啦 我其實蠻常喝椰子汁 我覺得椰子汁蠻清涼退火的 因為現在那麼熱嘛 對 我來喝看看 它的椰子很甜耶 很甜嗎 因為有些椰子它可能會有一點 帶有一點酸味 有些椰子會有一個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它這個椰子汁是好喝是甜的 椰味 椰味 椰子味 試喝看看換我 看不到 它有一種淡淡的果香味 可是它很清爽 然後因為它是冰冰的 然後它味道其實還蠻淡的 就是它有一點點像那個甘蔗汁有沒有 有一點像現榨甘蔗汁 可是那個甘蔗汁是它是不甜的甘蔗 所以它應該算是椰子的本質有味 就是椰子 不用擔心有什麼就是販賣機放太久啊 喝壞肚子的疑慮 因為它這邊其實都有SGS認證的 所以大家其實來喝的話不用太擔心 欸我就是夏天然後就來打卡拿這一顆椰子汁 就是拿來騙汁用的 妳知道嗎 欸那也是真的好喝喔 這是我們這集的一直開 要繼續鎖定我們喔 掰掰